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工作、薪金、教育和生活的关键词 其实,新加坡经济在2015年已来到新转列点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我国经济受到冲击 成本上涨,中小企业面对转型与提高生产力挑战 就业增长疲软,员工对前景感到担忧 颠覆性科技迅速崛起,淘汰了一些工作 但也创造了新机会 新加坡30年来第5次成立特别委员会 对经济进行新一轮检讨 制定未来10到15年的长期经济策略 着重探讨的课题包括 经济要如何透过创造价值来启动 新加坡能否成为世界的创新室 我们要怎么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和起步公司 时事讲堂之看见未来系列节目 尝试为发展未来经济寻找答案 我的顾虑会是我的员工他们到底会不能接受这个科技 然后怕他们有什么困扰 所以我会要求这个设计上方面就比较简单化 国外市场当然是非常大 我是从亚西安的角度来看 包括印度跟中国 每一个赵瓦相对的一个足球场这样的一个规模 所以如果180赵瓦需要180个足球场这么大 为什么我会去学导游呢 是因为我比较想说带旅客去吃一些他们吃不到的东西 有一天我们打开我们的窗口 我们就可以随手摘下我们需要的食品 这是我们做得到了 现在那个economy是没有那么好 然后希望是它会进步好一点 如果是要以发展来讲的话 要往靠科技或者是往biotechnology biotechnology就是把这些人才培养出来 就可以往国外发展 我觉得新加坡应该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展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用网上来购物 自己有想过要提升对电子业有关的技能 因为新加坡我们的经济小嘛 这样我们应该要跟别些国家多点联系 多点合作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话我们也是很难更加进步 欢迎收看由联合早报呈现的全新节目 时事讲堂之看见未来 我是一婷 今天首先要讨论的课题是未来经济 邀请到的嘉宾包括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欣迪 渣打银行优先理财客户主管吴敏银 安永新加坡及亚西安执行合伙人罗景伟 IBM亚太区副总裁洪月霞 还有总理公署部长 也是未来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陈振生 大家好 那么刚才我们也在影片中看到了 国人对未来有一些担忧 但是当然也有期许 所以不知道部长您看了有什么看法 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未来的一些挑战已经浓缩到 我们现今的日常生活里面 那三大基本问题永远是 我们的企业怎么样继续地发展 我们的工友怎么样继续地 有更高的薪金来照顾他们的家庭 还有更重要的是 我怎么样去教育下一代 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那么各位来宾不知道有些什么感想呢 从我们早报所收到的读者的来信 读者可能比较关心的是 现在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但是可能忘记了说 未来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 可能带来的挑战可能更大 我举个例子 就有德士师傅 写来说他们对最近 因为有Uber也好 有Grad Taxi这些 对他们的生计带来的影响 这个是他们眼前所碰到的 他们也翻译出来了 但是可能他们没有看到的是 比方说这个无人驾驶 这样子的科技 对他们长远来说 对他们的生计医会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可能觉得说 这个可能是比较遥远的事情 但是这个其实值得大家去想一想 可能我的想法是比较客观 新加坡建国50年 我看到的就是 我们一致在转型 从IT的角度 我们从1981年 新加坡已经开始走上智慧岛 Intelligent Island 现在已经是往智慧国 Smart Nation在发展 让我给一个案例 FreshTurf是一个startup 创始人是两位27岁的 新加坡大学毕业生 由于他们看到 e-commerce繁荣带来的物流挑战 他们就在blockchain 区块链上面的平台 建立locker service 这种数码平台 就能够产生一个新的专业模式 也能够给他们FreshTurf 一个机会 可能上到国际舞台 其实我觉得未来 大家都不能够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具体地来说 我们应该很清楚地了解到 新加坡最大的资源就是人才 当然人才目前来看 就有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在职的公园 第二就是新一代 其实我们要多管其下地 来应付这种新的挑战 也来抓住这种新的机遇 现在那种新的颠覆性科技造就了很多新的机遇 那第一个挑战是我们的企业能不能抓住这些机遇 来发展它的新的营运模式 那如果他们可以的话 那第二环就是我们的工友能不能在他们提升技术的过程中 来配合这些新兴企业的一个需求 那其实坦白讲 这种挑战不只是新加坡在面对这种挑战 世界的每一个大国也好 先进国家也好 非法国家也好 都在面对这种同样的挑战 那当然新加坡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就好像刚才Janet说的 其实在1980年代的时候 我们大概已经开始告诉我们自己 每五到六年 每五到十年 我们一定要有个经济转型 来跟得上时代的需要 这样部长您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这一次的那个委员会的一些重点 关注的是什么项目吗 那我们的最基本挑战就是 我们的国内市场小 内需是比较少 那我们资源也比较少 我们要怎么样以高科技来取代 我们以前所用人力所做的一些工作 我们也有两大因素 其实是我们比较占有利 第一是我们的经济 比其他的国家都比较开放 我们跟其他国家在互联互通那方面 也衔接得比较好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信誉是算不错的 那在这新的这些颠覆性科技 这些新的平台里面 信誉这方面是非常重要 刚才有提到一些善用科技的部分 所以警委在这部分可能有一些分享对吗 你的公司本身 人工智能和机械化就会带给 不管是在经济上或是社会上都有颇大的影响 其实也有正面的影响 因为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把我们的员工和人力资源 投向比较更高价值的创造的工作业务 在其他的国家有人就担心说 这种新的科技这种高科技会不会取代人力 而造成一个社会上的事业的问题 其实在新加坡的现金的经济里面 我们大概有350万份工作 不过在新加坡人才有大概230万左右 其实我们是非常需要这些比较高生产力的科技 来取代一些比较低生产力的工作 让我们的工友能投入一些生产力比较高的工作 而得到更高的工资 如果我们的工友只是做那些比较低生产力的工作 那我们的工资就可能那个差距越来越大 那也跟不上其他的国家 不过通常人性方面就有一定的恐惧感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排除科技 可能带来的转变 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这方面的沟通非常重要 可以跟他们很好的交流 就是说能够知道下一步我可能做到的是什么 然后我怎么样准备你在这方面 有更好的控制权 其实我们不管做哪一份工作 都有可能被科技淘汰 或者被新的营运模式淘汰 那如果我们抱着这种心态说 我有可能会被淘汰的话 那我的警觉性就会提高 那我就很快地说 那可能我要学一些新的技术 就算我现有的工作 现今的工作还是挺稳的 不过我要为与筹谋 要为明天而做考虑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让现今的工友认识到 其实他的工作有一天可能会被淘汰 另外一方面 就算他的工作有一天会被淘汰 他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其实有新的机遇 打个比方说吧 现在我们都挺流行这个上网购物 这个电子购物 其实对超级市场的购物 有很大的冲击 那不过电子购物呢 它又造就了新的一个新兴行业 就是在物流那方面有非常大的需要 那问题是怎么样让我们 可能在零售业那方面 失去工作的工友呢 让他们知道在这种后勤方面 其实有很大的潜能 那我们怎么样帮助他在培训方面 从一个行业转到另外一个行业 新迪作为早报总编辑 最近也在推动早报的转进 有没有一些分享 对的确我们真的是有很深刻的体验 这个互联网科技 对各行各业带来的影响 联合早报其实早在20多年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感受到了 我们是在95年上网的 当时很简单 我们以为说就是把报纸上的 所有的内容 怎么把它搬到网上去 但是随着这么多年来 特别是通信科技的改变 互联网科技的进步 已经整个营运的模式 整个商业的模式 我们都要重新再检讨过了 我们的整个工作流程 因为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 24小时的一个新闻工作室 整个工作流程 我们需要做出全面的改变 所以在我们新闻市里面 我们自己的培训 我们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 另外一个是因为随着新的科技 进来我们需要新的一些技术 我们讲说newspaper 这个paper的这个部分 可能会因为新科技的关系 paper的这个可能越来越示威 可能不是短期的 但是长期来说 它可能会越来越示威 但是news的这个核心 可能还是在的 所以我们要掌握好 怎么去采访新闻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同事 给他们一些培训 让他们知道说 说故事的方法可能要改变了 说新闻的方法要改变了 过去我们可能是用文字 用图片 用什么 但是现在可能我们还要学习 怎么用视频等等这样子的东西 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工友 克服那种恐惧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 可能是尤其是年长一辈的工友 他可能觉得说 你们讲这些高科技 太过难了 太过复杂 我不能胜任 不过其实我们回想一下 就算是在70年代 80年代 其实我们每一代的人士 他们都有逐渐地 去吸收这种新的科技 人透过慢慢地培训 这个再培训 其实他们对一些新的科技 可以胜任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的工友 尤其是老一辈的工友 不用太过 怕这种新的科技 以前我们可能在教育方面 我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 可能一学了 就可能用上一辈子 就像我老妈妈 我老妈她学了一技之长 她一辈子就做一份工作 不过现今的年轻人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感觉是 她一辈子里面 可能要胜任两三份工作 而有不同的技术 那在学校里面 最重要的是学什么东西呢 可能不是她所谓的一种特别的技术 是她要去学 怎么样去学 怎么样在人生的过程中 不断地去学习 是一种心态 也是一种技巧 这方面我觉得是 相当有挑战性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教育还是 可能是家长的关系吧 还是以分数为据点 这是成功或者是失败的 一个衡量点 工作的关系 可能我常常都有到 别的国家去 跟别的国家新一代 有一定的沟通和交流 那我觉得您说的不错 就是说在智慧和技能方面呢 我们的新一代不输于人 它是差在于他们觉得 当他们要夸下一步的时候 他们十分小心地去考虑 要在一种所谓的 死拿久稳的情况下 他才会大出那一步 所以有人就说 开玩笑说 这其实是我们的成功的包袱 因为新加坡越成功 我们这里的就业机会越好的话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 我们的下一代敢不敢跨出新加坡那一步 我们的企业敢不敢跨出新加坡 因为如果我们越成功的话 有时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在这本地的市场就足够了 我们的视野就放在本地 其实我们不应该 有这种所谓的导国的心态 因为很多这些企业 他们的跨国公司的 总部都设在这里 他们是希望透过新加坡的这个平台 去服务周边的市场 比如你说IBM 或者是这个恩贤阳 他们都有他们的跨国企业的总部 设在新加坡 不过他们不是只是服务新加坡的市场 他们要找的人才 就像我想你们几位 虽然你们工作在新加坡 不过其实你们也到过国外去 去做过工 也了解到国外的市场 所以你们今天才能 站在新加坡作为这个跨国企业的总裁 所以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有一个条例 就是说你要成为总裁 或者要成为高级人员 如果你没有在外国去工作 一段时间 你不可能是胜任到这里 我老妈以前说过 活到老学到老 所以我看这句话 在今天这个环境中是更重要的 新加坡的经济 一直来从我们建国的时代 已经是有两方面 一个是SME 我们自己中小企业 第二就是跨国公司 我们应该继续吸引跨国公司 运用他们全球的资源 到新加坡来栽培我们这里的人员 因为我们新加坡人努力用功 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中小企业 我们都说今天的中小企业 就是我们明日的跨国公司 我们也要培养一群新的 新加坡的中小企业走向世界 那我们的信誉好 所以不管是在食品方面 在精密工程方面 我们都有我们的优势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新的 未来经济委员会这方面 我们是想说重点来发展一些这种企业 就是以在我们的这个信誉的基础上 来为我们的新加坡的所谓的 未来跨国公司奠下一个基础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 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人才的培训 所以就不知道各个业界代表会觉得 未来的员工你们会认为 他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技能 然后你会做一些 会提供怎么样的人才培训 去培养这样的人才 在加达银行 因为我们是一间国际银行 所以其实在员工就业方面 提供了非常灵活 跨领域 跨国际这方面的机会 当有些家庭的因素 短期这方面的这个项目 也逐渐地在增加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不同的部门的同事 都可以参与跨国的审计工作 第一就是说 你可以在不同的国家 了解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制度下的一些挑战 第二就是说 你跨出自己的领域 了解别的部门的一些事件 那在安永呢 具备所谓的稳固的专业的技能 基础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此外 现在会计企业的 所谓未来的员工 是必须要有国际性的思维 也要深入了解各种市场 也要擅长某些行业的领域 我们现在已经用了很多 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 有特别的技能 和他们的经验 来对这个整个会计业 作为增值 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 这个互联网的风险的咨询 我们所要具备的这些人员 就包括他们有这个数码科技 从工程系和这个商务背景的人员 才可以组织一个团为客户服务 其实那天就挺好笑的 我到了一个会议跟他们安永 还有其他的会计师开的一个研讨会 大概有三百多个人 我就问了一道问题 我说你们觉得 你们是会计系的专才 在五年后 新加坡会有更多的会计师呢 还是更少的会计师呢 那我们就叫他们举手投票 一半的人说 五年后会有更少的会计师 因为很多东西可能在网上 有其他的竞争者 或者是已经不用人力来说 那有另外一半就说 不会 在五年后会有更多的会计师 那到底谁的答案是对呢 如果你是做那种 比较基本的会计服务的话 那真的明天可能就会被淘汰 因为可能电脑会淘汰你的工作 或者是通过网机网络 第三国家会来跟你争饭碗 那种服务可能会被淘汰 如果你是在那种比较高增值的 好像刚才他所说的 如果你不只做会计 你在网络保安方面 做其他的增值服务的话 其实你的工作 你的机遇是更多更大 所以其实他们两边都对 不过是看你在同一个行业里面 是在做哪一个份工作 当天他问那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举手说 未来肯定有更多的会计师 但是不同的更多的会计师 所以在这个新兴企业里面 我们要意识到 这一切的工作能不能上网 如果他能上网的话 这一些工作就可能会跟全球一起去竞争 以前我们说竞争的时候 通常是蓝领工友比较担心 所以觉得他们的工作会被淘汰 不过现在不管是蓝领或者是白领工友 只要能上网 他的工资就会可能跟全球挂钩 所以在这方面 对就算是白领工友 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那么也知道经济前景 现在看起来也不是说特别的明朗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 我们新加坡人接下来应该用 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或信念去面对呢 我们也可以从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 它的生存之道这边 作为一些接见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常常会采访 我们已故的建国总理李观耀先生的一些新闻 我觉得他常常强调 说新加坡的生存不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一直要问我们自己 而且要一直提醒我们自己 说我们对整个世界能够做出什么贡献 我们对整个世界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放到我们个人来说 也可以是这样子的 我们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或者问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在公司里面 在企业里面 我的价值是什么 我能够为企业做出什么贡献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在企业里面 公司留不留住我的最重要的理由 其实我觉得团结就是力量 每个行业都有很出色的人才 不过我们缺少就是说 大家积极在一起的力量 如果我们有把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企业 有规划的 有指定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会获益不欠 部长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即使我在努力 但是经济前景也是 就是增长可能也就是1% 2%这样的一种看法 所以对这样的 你有一些怎么样的激励吗 对他们 我们不应该太过悲观 其实你说平均1到2%的增长 不是每一行每一业都是平均1到2%的增长 那1到2%的增长是因为 我们有许多的新兴行业可能有5到6或者是更高的增长率 也有一些比较旧的企业已经开始被淘汰了 所以可能平均是1到2% 但不代表每一行每一业是1到2% 我们是怎么样去帮助那些增长比较高的 更好的去抓住他们的机遇 那另外一方面 那些可能被时代淘汰的一些企业 怎么样帮他们去转型 怎么样帮工友去再培训 然后把他们配对到这些新兴的企业方面 那如果我们能在这一点做到好的话 我想我们不只可能达到1到2%的这个经济增长 我们也可能达到更高 最重要的关键是怎么样抓紧这些新的机遇 这方面是非常的重要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踊跃的讨论 那么时事讲堂之看见未来下来四集 还将针对未来经济的个别课题 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所以请大家继续的锁定 今天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